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蒲天成呛道 往前开 停下 左上吧 文杰讨了个没趣啊 跟司机对望了一眼 车子稍微减速 紧跟着就像剑一般的冲了过去 透过车窗 蒲天成看见走在前面的于川庆已经下车 在跟杨富家亲切握手 蒲天成的车子不留情面的略过 让后面一片惊慌啊 蒲天成能想象出杨富家此刻的脸色变成了什么 但在心里边还是对这个女人摇了摇头啊 忽然间 他又想起了宋汉林给他的那张名单 那是一份即将调整的干部列表 蒲天成虽不明白宋汉林为什么要调整干部 但对名单上这几个人呢 还是颇有想法 奇怪的是 名单上居然没有杨富家 那也就是说 宋汉林还想让他继续再激动干下去啊 吴天成忍不住有了个想法 要设法谏言 让杨富家离开激动 不能让他再这样的夸张下去了 这人的浮夸远在乔若萱之上啊 乔若萱至少还有一种精神 敢碰硬的精神 杨富家没有 杨富家太知道怎么讨好上级了 想到这儿啊 蒲天成忽然对妻子乔若萱仕途上的不如意 生出了同情啊 甚至多了一份内疚 是啊 他从来没在仕途上为乔若萱说过什么话 乔若萱在阵子上所有的成就都是他自己可以打拼出来的 在后面车子战战兢兢的追赶中 蒲天成率先进入了龟山县 没想到的是龟山借杯钱也排起了长队 县领导正在翘首相望呢 蒲天成哭笑不得 上行下笑很多风气那就是这样形成的 他从司机叹了一声说 唉 停下吧 等下了车 龟山县委新上任的书记杨明高和县长岳正基带众人迎了过来 蒲天成看到了上次去海东向他反映情况的县长秘书小高 小伙子正拿着相机抓拍镜头呢 蒲天成跟县里的四大班子领导一一握过了手 书记杨明高想一大个子男人介绍给他 说是旷野集团的老总秦大冲 秦大冲的大名啊 蒲天成早已不陌生 两人见面这还是第一次 秦大冲显得很低调啊 谦卑的拱着身子 连着问了几身受伤好 蒲天成不露深色的看着陆波这个大舅子 末了淡淡的说了声 啊 是大冲啊 这时候杨富佳他们赶来了 车子还未停稳 杨富佳就跳了下来 气喘吁吁的奔到蒲天成的面前 红着脸说 我我来晚了 请身上批评 莆天成没给杨富佳好脸色 也没接他的话 目光徐徐的扫过众人 看杨富佳到底带来哪些人 发现啊 集东政法委书记 林国锋也在人群中 脸上的表情 多少缓和了一些 林国锋是龟山前任县委书记 抽国评一事 林国锋功不可没 他呀 帮普天成圆了一个常人无法圆得了的场 不久后 林国锋身为集东常委市政法委书记 原来的县长杨明高接任县委书记 厂务副县长岳正基身任县长 要说这一帮人的升官都是得益于国平副身长 就连当时的公安局马局长 现在也是集东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 廖昌平也凑了过来 想跟普天成说什么 普天成看也没看他 冲着林国锋说道 国锋啊 坐我的车 现在咱们就去鬼山 一辆警车呼吓着走在了前面 杨富佳的车子排在了第二 接下来是普天成 其他呀 依次而排 车队畏为壮观 有人说 在中国做官 获得的快感 那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普天成今天的阵势 怕是美国总统也不能比 大小二十六辆车 七八十号人 这样的场面 心里没有自豪感 那才怪 普天成瞥了一眼窗外 阎东已将绿色一扫而尽 枯败的大地呈现出一种苍凉的壮美 林国锋不安地望住了普天成 想主动说话 但心里又很没底气 那份尴尬劲啊 真能把人给难受死 普天成也不说话 他叫了林国锋 却突然又不知道说什么 是啊 说什么好呢 问题啊 还是在林国锋 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 积攒下来的 当然 这也怪不了林国锋 换上谁 这问题 都记手啊 都不好解决 谁让采矿者 是省里二号人物的大舅哥呢 但是 真的就没办法把这根骨头 给啃掉吗 正了半天 普天成突然问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我记得啊 三贞师傅当住持的时候 徐书记还送过一块匾是吧 是你经手提鞋的吗 林国锋的脸惊乱了一下 马上又换做了笑脸 神长记忆力真好 好些年的事了 我都忘了 我还记得通往白云冠那条路 也是你当县长的时候 处长修的 是 六年前修的 哎 时间过得真快呀 五天成发完了这一感慨 又不说话 其实 他提及白云冠 就是在旁敲侧击林国锋 他认为 林国锋把自己做过的事给忘了 这不好 人不能太健忘 尤其是官场中人 尤其是官场中还有政治前景的人 更应该记住自己的过去 过去做好做完美的事 要把它当样板一样的竖在心间 时时刻刻控自己参照 过去做的不完美 生活存有缺憾的事 要当成遗憾 人心里有了遗憾 往后做事 那就会谨慎 就会渐渐的形成追求完美的风格 至于过去做坏了 甚至做下隐患的事 就更不能忘 隐患那是炸弹 买得越深 炸得越猛 一个敢于把隐患丢在脑后的人 那是绝对没有政治前景的 果然 普天城暗暗发现 林国锋的脸 没刚才那么激动 刚才他一定是在想 怕他叫上车 是有好消息跟他透露 上车那一瞬间 普天城明显看到了林国锋脸上那种得意的劲 人哪 普天城有点伤感的闭上了双眼 第183集 这现场会是在山下召开的 普天城原打算上了山再展开调查 但人太多 这么多人上山会引起矿工们的误解 更会让矿工们空暴希望 这么一大队人马开上山 到头来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遭耻笑的就不只是他普天城一个人 怕是整个政府的形象 那都要大打折扣 普天城简单的讲了一下这次下来的目的 以及当前龟山开矿中存在的问题 但他呀媒体上访的事也没提群众反映很尖锐的几个问题 只是说安全开采 合理开采是下一步归山开矿的方向 市县两极应该拿出一个科学方案来 解决目前的争议 让矿山的次序尽快的平稳下来 他的话讲得很委婉 几乎听不出有什么尖锐的地方 更没带批评 所以杨富佳他们脸上全都是染的笑的 好像是听到了表扬一般的开心 普天城讲完 杨富佳切过了话头 先是代表吉东四大班子 对普复省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说吉东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省里各位领导 特别是普复省长的亲切关怀下 客向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这次普复省长带队下来 又对矿山采矿做了专项调研 就是想促进和推动龟山采矿业的发展 进而推动龟山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大崛起 我们一定要抢抓这一机遇 迅速的掀起一场高潮 将龟山采矿业发展为县里的支柱产业 市里的重点产业 将龟山这个品牌给打响 杨富家还在激情澎湃的说着呢 武天成的眉头啊已经皱在了一起 怪不得龟山能陷入如此混乱的局面呀 原来呀市里压根就没把它当回事啊 听了一会儿 普天成打断道 行了富家 你呀少说两句 我呢想听听矿主门的意见 青天来的 除了大矿的老板青大冲外 抽变几个明营矿的老板也来了 遗憾的是 现场普天成没有看到马德彪的影子 杨富家震仗到信头上呢 被普天成这么一说 顿时不自在了 不过他还是很机智的 把话头转给了秦大冲 那就请秦总汇报一下吧 龟山采矿秦总是最有发言权的 秦大冲咳嗽了一声 开始汇报 普天成的目光呀 专注的望着这个龟山的传奇人物 据他掌握的资料 秦大冲最早是龟山矿业公司一名技术员 龟山采矿权还没彻底开放的时候 秦大冲离开了矿业公司 在现石油公司干了一段时间的副经理 后来呀一度说是要当石油公司的经理了 却又突然回到了矿业公司 以承包的形式 拿到了矿业公司往外发矿石的权利 几年下来呀 秦大冲的腰抱就鼓起来了 这个时候 国家允许私人办矿 秦大冲第一个投资开启了矿 不出两年 他的矿就让原来的国有老矿看到了危机 有段时间陆波还有秦宿珍 都不想让他在龟山继续干了 想把他调到省里 在安监局或者劳动检查大队 安排一个什么职务 哪知道秦大冲开矿开上了影 谁劝都不听 愣是咬着牙 将龟山县唯有的一家国有老矿 给承包到了手里 请跟着又改制 以股份制的形式拿到了控制权 现在秦大冲大小掌握着十二个矿 矿业公司也是在他的名下 事实上他呀 已经成了龟山矿业和矿产资源的实际掌控者 小矿主叫他山大王 也有叫秦霸山的 更有矿上的职工将龟山称之为秦家矿 陆家山 普天城一边听着一边在琢磨呀 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座养育了几十万山明的矿山 成为了一个或者几个人的 又是什么力量让所有的监督和管理沦为百胜 似乎是权力 似乎又不是 普天城认为这是惯性 我们呢太屈服于某些东西了 当权力的大旗高高竖起的时候 我们似乎只懂得低头臣服或抬头仰望 然后顺着惯性一步步沦为权力之奴 我们失去了身影 只知道陪着笑脸跟在了权力的后面 权力几乎不用张口不用暗示 我们已经替他把一切的心都操到了 该扫清了障碍扫清了 该排除的异己也排除了 该开通的方便之门 一力开通 哎看看这些脸吧 今天在座的有八十多位 当秦大冲开口说话的时候 八十多张脸上露出的表情 那近乎是一样啊 恭敬奉承讨好献媚 甚至比这些还可恶 有些人在望着秦大冲的时候 比望着他普天城还不自信呢 有些脸本来那就够媚了 可还嫌不够 还要拼命的挤出了一种下贱的媚态 普天城看来那是心潮起伏 感慨万千 胸口已经在鼓荡着一些东西了 等他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时 冷不定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难道你普天城能脱俗 能在权力面前昂起自己的头吗 不能 那还真的是不能 普天城心情沉重的往山上去 清大双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过分 相反他在汇报会上还反复的跟县里市里要政策 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要对民营企业松绑 要进一步细化龟山的矿权 产权和营销权 还有开采权 他毫不客气的提出了一个方案 要将龟山现有26个矿点进行整合 达不到条件的一律关闭 整改合格的要按股份制方向 逐步改造 最终形成大矿领导下的作业点制 要将若干个小拳头握成一个大拳头 这样才有冲击力 才能有效的保障科学 有序安全 合理的开采 这些话说得多动听啊 有多么符合当下的潮流 可这些话的背后 却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两个字 独吞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184集 往山上去的时候 青大冲的车子就跟在了普天城的后边 亏是草都已经挂满了各种标语啊 各矿井都挂上了彩旗 什么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 全部都写在了纸上 都给挂到了山上 看来呀他们对普天城的到来做足了功夫 普天城自己也知道 这一套那是看不到什么的 所有不该让他看到的都已经掩藏了起来 他收回了目光 有点无聊的给胡冰发了条短信 问那个叫马德彪的矿长怎么不见 胡冰很快的回了短信 说是马德彪前天出事了 下山时失足坠入悬崖 差点把命给丢掉 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呢 失足 普天城本能的就想到了另一层啊 一个在龟山开了将近十五年矿的老矿长 龟山的一草一木他都熟悉 山上勾勾他更不用说了 难道会失足摔下山崖 到龟山的第二天出了件意外的事 这一天赵丽是实地考察 在市县领导的陪同下 普天城沿着崎岖的山路一家挨一家的查看 看到中间他就心里明白了 他呀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当下级陈兴让你看成绩时啊 你就是火眼惊惊 也很难发现什么问题 因为呀一切那都装扮好了 没有什么人玩这个 能玩的比各级政府更熟练 他们呀做假或者掩盖的水平 真是太高明了 曾经被破坏的植被 在普天城的眼里被恢复 江富家饶有兴致的指在前面的一座山说道 为了恢复几年前被破坏的植被 市里拨出了专项资金五百万元 县里从矿石收入中提出百分之二十 再加上企业自筹 一共投入了一千多万 杨富家输的时候 县委书记杨明高和县长岳正基频频点头 秦大冲紧紧的跟在了杨富家的后面 铺石要补充一些 他特别强调山上的植被 都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恢复的 我恢复不好杨书记就不让我开工 没办法 谁让我碰上了一位植被书记呢 植被书记 普天城感觉好玩似的 将目光啊扫在了杨富家的脸上 杨富家 妩媚的笑了下 又向普天城汇报对小矿的智力 说起小矿烂财乱蛙现象十分严重 安全隐患也多一度啊事故频发 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 在关庭并转上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总算将矿山混乱无序的局面可以抑制住了 是抑制住了 就普天城看到的景象啊 龟山采矿的确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混乱 更不存在强行霸矿 恶意垄断等现象 整个龟山看上去那是井井有条 已经封了的小矿正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搞恢复性建设 一些尚未关闭的小矿虽然还挂着矿井的牌子 但生产已经停止了 县长岳正基说 这些矿井正在跟县关庭并转领大小组谈合同 一旦合同签订 立刻就会关闭 是无庄关闭还是有庄 普天城突然问了岳正基一句 岳正基没敢直接回答 目光投向了杨明高 似乎在真求杨明高的意见 杨明高又看了一眼杨富佳 见杨富佳点头 这才说到 关闭工作分两步走 一是相关首席到期的 由业主自动申请 县里组织专门人员实地查看 提出评估意见 这类矿井关庭不再补偿 县上征收一定是我的职备恢复费 另一类是开采证没到期 但明显存在着强挖烂采现象 必须予以关庭的 县里有执法大队强行关庭 采取先关庭后补偿的原则 神赶您看前面那矿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杨明高指着不远处一处矿井 脸上呈现出了激动的样子 普天城顺着手势望过去 看见那座矿前面竖着一个牌子 上面大大的写着个棺子 矿井四周无人 显得很是安静 他欧了一声并没多说什么 铺子继续朝前走去 一路走一路看 普天城渐渐的明白了 有人想让他看到一片和谐的景象 看到矿山的有序治理 至于马德彪找他反映的强关强庭 没有人会承认 更不会有人坦白在关停并转中 存在七行霸市 以墙凌落 以暴施压 以权强占的现象 至此他总算是搞懂了 陆波主动让他来矿山的真是容易 不是大家都说归山采矿问题很多吗 那你自己去看看到底呀 有没有问题 当有人不需要或不想看到问题的时候 你还能看到问题吗 或者说你还敢逆流而上 硬找问题吗 这个又是一个深刻的命题 普天成刚才问的补偿 是在为自己的某个想法做铺垫 龟山采矿问题必须解决 混乱无序的局面必须给饿死 不能再这么扯皮下去了 但到底怎么解决 他自己心里都没想好主意 一方要罢 更多的矿主不让 纠纷因此而起 县里势力的压力很大 原因就在于想罢的人 那是秦大冲啊 普天成也绝不会站在马德彪他们那边 对秦大冲采取什么措施 什么措施那都不管用 瞧瞧秦大冲那副嘴脸就知道 思来想去唯一能解决的办法 怕就是给马德彪他们足够的补偿 让他们离开龟山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能做到这一步 他呀已经很安慰了 但补偿的标准怎么定 县里拿得出拿不出这笔补偿费 普天成真心没底 他相信县里这几年在矿山上 并没有收到多少钱 不赔钱 已经算是不错了 但这些话他不能明说呀 甚至连方向性的建议都不能提 那就先不提了 再等 普天成目光又扫了一遍众人 他在想 这么多的人 有谁会替他想到这个办法呢 他的目光在林国锋的脸上 多停留了一会儿 感觉呀 林国锋这几天有点变化 后来他望住了胡冰 这两天 胡冰一直沉默着 跟他拉得很开 他很欣赏这点 但又怕刚才那想法 由胡冰提出来 还不是时候啊 胡冰这个年龄还有现在的身份 重要的是学会守规矩 而不是表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185集 继续往前走 快到白云灌的时候 胡天成突然就停下 奇怪呀 这次来 怎么没见到山珍师傅 按说山珍师傅 应该也在欢迎他的对列中啊 怎么 就这么想着 他抬起了头 朝着茫茫苍苍的山峰望去 白云灌 藏在了几座山峰之间 被秘密的灌木 还有叠起的山软给遮蔽着 一条弯弯区区的简易公路 通向他的所在 五天成闭上眼 都能看到那扇隐隐在青山绿树间的门 还有错落有致的挖舌 他呀已经闻到冠里那独有的气味了 仿佛这一刻 他又回到了很多年前 回到了当县长的那个状态 那时的顾虑远没这么多呀 就知道干 不停的干 遇到问题从来不怕 也考虑不了那么多 反倒轻松 那像现在呀 脚步还没迈 就已经在想退路了 唉 老了吗 他摇了摇头 睁开了眼 又对着白云罐的方向行众目离 这时候 林国锋悄悄的凑了过来 趁着别人说话的空 低声的对他说 山上就不去了吧 路不好 在这 罐里也没人呢 没人 杨副家在边上咳嗽了一声 林国锋知序的退了下去 杨副家走过来说 山长想不想到关里去 赌物私情了吧 普天城正犹豫着呢 手机风鸣了一声 打开一看是条短信 三针师傅发的 看完 眉头 就皱得更紧了 三针师傅不在山上 他告诉普天城 三天前 他就下了山 目前正银游呢 他还赠了普天城一首诗 山峰依旧在 乌云锦斯人 莫问山间是 只观天上云 普天城心一动 本能的抬头看了眼云 而后 默默的合上了手机 跟杨副家说道 小山吧 我有点累了 杨副家似乎松了口气呀 他呀还真怕普天城一时兴起 要去灌里 相比矿山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杨副家更头痛的是白云冠 因为呀白云冠设计宗教 敏感 稍微处理的不剩 那就会翻船 好在秦大冲一周前向他透露 白云冠的问题快解决了 秦大冲用什么方式解决 杨副家自然不会多问 混了人家也不会给他道出什么内幕 宽敞就是这样 更多时候讲的那是心照不宣 讲的是彼此的关照 彼此给对方留后路 为对方腾仓 不能自己做事的同时 将别人的路给堵死了 那是个大忌 相信秦大冲不会傻到这种程度 不过杨副家也相信 解决白云冠争端 两样东西不会少 一是金钱的钱 二是暴力的暴 因为秦大冲 就喜欢玩这两样 鲁天城 等于是替杨副家给解了围 杨副家的步子 因此也变得兴奋 也分外的利落 五分钟前 他还愁眉苦脸呢 这阵子已经是眉开眼笑 说笑连连了 刚到山下 鲁天城就被一对人给围住了 这对人马约有一百来号 鲁天城搞不清楚他们来自哪里 还以为是上访对象 本能的放后缩了一下 这一瞬间就听到了有锣鼓声响起啊 紧跟着 鲁天城就看到了几面锦旗 还有一副鲜红的横幅 沿村街展开 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的三个大字 鲁天城 刺激什么时候变成清天了 官场 商场 时场 停场 竞技场 街舞展场 其实是身下的村民自发组织 他们听说老县长来到桂山 分开高兴 您的定管暂停 是我更加努力的动力 让我们下集再见 这些村民世世代代都是靠采矿古日子 矿山纠纷一日不解决 他们的心啊就一日不得安 跟在身后的市长廖昌平也说 沈长对龟山有感情 龟山人民当然忘不了沈长 老百姓主动为沈长送进旗 感人啊 杨富佳和廖昌平争着献殷勤的时候 县里的领导全部都列队站到了边上 好腾出位子 让村民们把紧急送到普天城的手里 随行的记者已经在抢镜头了 丁国凤似乎有些不安 目光没像其他人那样燃烧 而是紧张的看着普天城 跟他一道紧张的还有胡兵几个 普天城只看了一眼 就把众人的表情全都看清楚了 当然他的目光在于川庆的脸上 脱停了会儿 啰骨喧天的时候 于川庆站在了众人之外 像是在欣赏一幅作品一样 面部的表情有几分可怕 就在普天城考虑要不要接过景旗的时候 不幸的一幕出现了 谁也没想到 人群外忽然扑进来两个人 一老一少 老的约莫七十来岁 头发花白满头白发 少的是一中年妇女啊 他扑通一声 就给普天城给跪下了 求求今天大老爷为我们做主啊 狂把清大初为了强占龟山 让手下抢我将男人打伤 丢下了山人 老者随后也跪下 头磕在了地上 不现场啊 我当年跟着您上过山 还当过抛手呢 十年带着我们 掀起了龟山的第一座矿 可现在 矿 矿没了 我儿子就因为带头 向上面反映情况 就被这些黑了良心的 扔下了山 不现场呢 哈哈哈哈哈哈 一声蒲县长 让蒲天城猛然回到了二十年前呢 唉 这老人他记得 是龟山的第一代爆破手 当年人称马大炮 听老人说儿子啊 普天城恍然就明白了 他呀 那就是马德彪的爹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